台北市需要的是一個 能夠有跨欲治理 台北市 台北市 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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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現在 林哥良 林哥良 為什麼我們蔡主席 還有選隊會 在最後一刻 就是要來徵召佳龍 來參選新北市長 其實他講的理由 就跟博文兄的 你的份量一樣 他說我最有重量 那麼一定要到 最困難 最有挑戰性的地方 去呢 來承擔責任 那麼在這個思考之下 蔡主席的整體布局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雙北雙箭頭 雙北雙贏 領航台灣 讓我們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可以呢 民進黨贏 台灣贏 可以穩定政局 可以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讓我們民進黨的政府 可以 這個會做事 也能夠做出 人民能夠滿意的事 所以 戰場在哪 我就在哪 我相信 總統絕對是 柏勒 那我也要證明啊 他的眼光 真正的挑選了一匹千里馬 團結的力量大 我們一加三十七 不管母雞跟小雞 大家朝同一個方向 我們呢 把所有的力量 團結起來 展現 我們新北團隊 的 這個戰力 我來了 最困難的地方 提交融合 因為 新北市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要把最能夠 選贏 這個 市長選舉 的人 把他爭掉到這裡 台北市需要的是一個 能夠 有 跨越治理 台北市 能夠從 這個 首都圈 的 這個 聯合治理 來 承擔 下一半 新北市場 的重任 總要 積楊 普遍的